你的雙手 一個是你的身體 這樣清楚嗎 如果不清楚 我們就會請您上來這邊做練習 有一個實體會比較好弄懂這個東西 如果你對氣一點都沒有太多涉獵的話 所以我再講一次 如果做遠距的感知 你只要把你兩個手一攤 你馬上會感受到 你想要知道的那個人的能量場在你面前 轉 打轉 然後呢 你把你的手舉起來 你去感知看看他在什麼位置 來的時候這股氣 絕對跟你面對面站在一起 面對面喔 不是跟你站這樣子 是跟你面對面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 你可以感知到整個氣場 所以您的先生 我覺得腰這個地方的壓力比較高 然後肩頸跟後腦 喉嚨跟胸口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下來的話 覺得啦 腳就比較沒有力 所以我運動了兩個感知 一個是我的雙手 一個是我的身體 這樣子有清楚嗎 譬如說我的身體 如果我在感知一個人 我的身體會這個動 動 對 就是那個唱 對 我本來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把兩手一攤的時候 忽然間身體上那個能量是轉變的 這個時候代表 因為我在感知嘛 所以代表是他 不是我 師兄有練 所以他這個問大概就知道 就是這樣子 齁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剛才那個是隔空的感知能量 一個用你的手 一個用你的身體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講出這個師兄 他的內在的某一些情緒在哪裡 因為 跟這個道理相同 講一次就好了 因為我不是在講他 我是在講我自己 我講完 知道意思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感知那個能量在轉變 我在這個時候 我感知我身體上 那個能量所引發出來的情緒 同質性 八九十 不能講百分之百 有一個部分他可能沒有 師兄 我們去檢查之後 按摩什麼東西 好嗎 台大醫院 那一台機器是 跟房子一樣大的 那幾億都 對 然後你可能去練三次 他一陣子跟你說 不好意思找我 不一定 沒有對 但是有時候 他比較要研判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姊姊 跟我說 我們都沒有來 你跟他研判 沒有客氣 幫你挑戰一下 我就把他感到 我就把他印 對了又怎樣 錯了又怎樣 其實都不會怎麼樣 這個就是你的心態 好嗎 你千萬不要很自著 說我一定要講對了 那我都不知道 你如果一直承認 你是不知道的 這個東西跟你無關 因為你不願意去做練習 如果你堅持那個對的 那我都還沒到百分之百 你要堅持什麼 因為我們去檢查那些 天氣的不是成人的 我們去檢查那些 他自己的身體如何 你們同意嗎 有些人他已經快死了 他還不知道 這個就是跟我們一般 有時候 像在宗教上 有時候會有所謂的 禁食共苦的時候 有同一個道理嗎 禁食共苦是怎麼意思 禁食共苦 就是譬如說你 遠前的什麼東西 然後透過這樣 雙手一截 然後就是回向 那個應該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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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算化石 不一樣 你那個是在化 一化二化石 百化千 像化石 普通的聲音都是這樣 所以一個中尊很重要 你有症到沒症 他的功力有膽到沒膽 很重要 如果沒有症到沒症到 他就做不出來 就重生就把他撒倒了 那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我很單純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個沒有任何宗教的行為 你們看得出來嗎 他只是純粹的感知而已 那感知會跟你的心安靜不安靜有關 你的敏感度你的覺知力有關 他跟這個不關 這個是法 這個師兄你講這個是法 我們這個不是法 我們這個是純粹的感知 好嗎 所以我們這個行為 他絕對反之反安全 只是說你的熟練度到哪裡 然後你對能量的 那種感知度的敏感度到哪裡 他很安全 我們 跟新時代說一體 我們都是一體 對 就在一體性中 但是一體性中 你如何從這個差異去看到那個一體 所以我 如果你談的新時代 我比較擅長的 我不去處理外面嗎 你有看到嗎 我會在裡面處理我自己 然後 如果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插一個題 師兄有交代吧 不要一次講完 哈哈哈哈 不然你要再進這個門 我會很難 因為排隊排很久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歡來這邊去 聽你講 這個叫比人性看人性 看不透了 因為有差異嘛 對不對 太多的差異了 不管是兄弟姐妹 夫妻都一樣 同儕 裡面這些人都見解不同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靈性還是神性 好不好 如果從人性提升到神性的時候 再回來看 你就明白了 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化解心結的那個很重要的 一個根本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一點 你可以不用做以下的練習 為什麼 因為不必要做 你就通了 因為你從人性提升到神性 然後再回來看人性的時候 你會有個明法 然後你會接受 然後你就會放下 答案都在這裡 沒有了 所以 彈心時代 我會說 這個就是 最後的那個核心 人性不用彈 所以我一開始有講 我的功夫 我的孩子不要 所以我沒有任何機會的 我什麼都敢講 我跟你講 所以我常常講說 你要看到我身上有個特質 我的能力 你他的用我 我一定會跟你講 不管你付錢不付錢 反正都一樣 這個我正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地他 叫做友善地球 這個是我很核心的目標 我不會放掉 所以呢 如果你這件事情你明白 這幾個步驟你明白了 你就可以不用修行了 人性看人性是搞不懂的 因為有他的學習 如果你談及體性 從依下來的時候 有各自不同的 密碼 你的承諾的部分 但是呢 你能夠往上提升到神性 再回來看東西 你都知道原來不一樣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好不好 我把你們當成都是小朋友 那個就是老人抓小雞 今天如果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課堂的 戶外的一個遊戲時間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遊戲 逗逗老兵抓小雞 然後呢 誰要當小雞 你當小雞 那誰要當母雞 母雞要幹什麼 母雞要保護小雞 對不對 找一個比較壯的對不對 然後呢 誰要當老兵 老兵要什麼 比較兇的 比較餓的那一個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三群人齁 在那邊齁 母雞 小雞 然後老兵在那邊抓對不對 結果這個老兵不小心 我們去抓到其中的孩子 把他嚇哭了 那然後呢 他就指著那個老兵抓他齁 那大人說 就在玩嘛 就在玩嘛 來人世間就是要玩什麼 玩你這個身體的啦 我們剛剛講 很勇敢的把他玩壞嘛 對不對 多毒的我都要多吃兩口這樣子 要把他玩壞嘛 三天不睡覺 撐過嘛 對不對 跟你拼了 就是要把他玩壞 所以 肉身是假 但是我們以假修正 為什麼 因為零的部分 他沒有肉身 他沒有感覺 他沒有這樣被拍一下的感覺 他沒有被撫摸的感覺 因為我如果在這邊撫摸一個零 你說老師你在幹嘛 我在撫摸你的零啊 我沒有感覺 但是我到師兄這個地方摸兩下 他有感覺 這個就是肉身的重要性 所以 當我們在肉身上 取得這樣子學習的經驗子的時候 正在 協助靈魂去疑心那些東西 所以當人世間 完成了這些學習 我們回到那個一體信中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講叫行功兩願 就是 會把你來人世間的這個目的去做完 那我們過去啊 大概在幾 兩千年啊 最少 我們在負面低頻裡面學習 你們同意嗎 我們這一輩子都苦過來了嘛 對不對 小時候苦 然後求學苦 然後做生意 然後上班苦 對不對 苦到昨天為止 說我還很苦 苦不完 苦不完 就是來學習嘛 那你幹嘛晚上坐在這裡 晚上不是叫你來送苦的 苦是一個學習 正向高頻 請問是不是一個學習 是 是嘛 但是你從來不去創造這個學習嘛 為什麼 因為好像很遠嘛 就跟健康一樣啊 當你正向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健康啊 但是呢 你不願意坐嘛 你看喔 你看喔 如果讓你想起來 跟你有關的三件事 這裡大概有兩件半 這裡只有半件而已 你去看 這是每一個人的人性 所以我們現在要提醒大家 很慎重的提醒大家 負面低頻的 是一個學習 正向高頻的 是一個學習 你為什麼不去創造這個學習 然後讓你的身心 適應 就這麼簡單 好 我有說我當時 我有說我 差一點點 我現在把它打動 因為 我們剛才還有一個沒教對不對 剛才教了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沒教對不對 你們都忘了齁 對方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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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知的不是這樣學起來嗎 對方法脈 有些人懂了齁 那你們可以問這些人 不然就要這樣子 這樣看得懂嗎 師兄你看得懂齁 0928928998 打電話問我 這個你要練習 但是我跟你證明 從我開始教到現在 到未來很久的時間 這個都是真的 你把兩個手一攤 你可以知道 你想要知道的任何一個人 他的能量狀態 你把手這樣子一畫 你可以感知到他的通暢跟不通暢 然後呢 你可以去用你身體上的痠痛麻緊悶 來認斷他 有時候可能那個腰就會很緊 胸口很悶 再來的話 你可以去用你的情緒 一個蘿蔔 一個同屈解 你好像我感覺到有點悲傷進來 你可以說請問你很悲傷 欸問一句話 問一個會如何 對嗎 問一個會如何 但是呢 當你開始這樣做的時候 別人就用不同的眼光 看你不一樣 很厲害 然後呢 這個能量 它在地球上有用 地球以外我沒有試過 但是呢 我的客人學生 到美國到日本到東南亞到大陸 通通有用 這個是不是所謂的服務的條例 可以講 我的手機裡面 有一個最近從印度 發Line回來問的 問說這個人怎麼了 在我的手機裡面 都可以開給你們看 所以你們不要說 那個真相蘇雲 特別都說得很專業 還要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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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這邊 你只要把兩手一彈 那個下流的師兄 那個很下流的師兄講的 兩手一彈 然後呢 我就可以知道 所有我想要做到的事情 包含它的享用 我跟你講喔 這裡面包含心通喔 你如果看路心 你就知道什麼叫心通 這裡面包含心通喔 然後這裡面還包含 訊息的攔截 我現在要進入的那個 是看到身體整個的解剖狀態 然後還有它的造詞之音 這是我大概在過去幾個月 跟未來幾個月 我要去做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我進去了 我也會來跟你們報告 我很開心喔 因為如果我進去了 代表你們同時都已經到達 你知道我們剛才講 那個一台那個 核子共振的機器要幾億 然後那邊推來推去 都不曉得那你怎麼的 而且那個已經進入到疾病了 我們如果能夠這樣子走的話 然後告訴那個人 然後你可以怎麼做 選擇選團給他好不好 不強迫別人 但是我相信對健康是有注意的 這個真正的就是立己 然後立他 然後有三地球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好不好 我們來做下一個練習 下一個練習就是什麼